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呢就是它这个池子下面一个搅拌机 如果用到什么碎骨头啦一些什么鱼头刺啦什么啦 你把这个东西一开 那个东西一开 全都搅成沸沸的下去不会把水池子煮上 还有呢就是这个 它这个池子特别深特别大 所以在洗的时候也就特别顺 当然这是指的是小东西了 比较少的时候洗的 如果是东西多的话呢 就会放到这个旁边有一个洗碗机 把这些东西都放到洗碗机里头 然后呢就自动就把它洗上 还有一个介绍呢就是要介绍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你看它呢就比较远 还会刺啊还会弄啊 这个国内也有很多家人都放了 然后呢就是说把这个放到这个 放到这个要接水的时候 把它放到这里嘛 然后就对着它接水 接水是吧 接水然后呢 接水把它一烧 也省得你来回搬来搬去 特别适合老年人 这些适合老年人 不要起这个方便去 好 这就是烧水 洗碗什么的 情况就是这样 先介绍这么一点点 不离水没有那个炸蜡 刚烧的 不离水 还有呢就是这个 垃圾桶 垃圾桶呢就是 是一个无接触的垃圾桶 比如说你要把东西扔进去 你把手放在上面 它就自动感应到 就开了 然后把东西扔进去 这样的话呢就 比较卫生 在疫情的时候呢特别晚用 刚才呢就是说到这个洗碗机啊 洗碗机就是 就这种东西 把它打开 它里面呢有两层 里面有两层东西 拉开一层 把这些碗呢都翻扣着放上去 什么东西都把它固定好 然后如果这个碗 再多的话就放到上面 盘子呢小东西什么的 全部放好 全部放好 放好以后呢 包括锅都可以洗 然后就把它全部放好 放好以后呢 盘子 然后一开 过上一段时间 它就把碗全部洗好 洗好以后呢 还是热的 热烤烤烤的 就全部都干了 洗的非常效果非常好